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讲《穷小子》第311篇,你叫我来,到底什么事?丁长生问道,在我屋里,走,过去看看。 莫小于说道,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丁长生起身拿了房卡,跟着他去了隔壁的房间,打开了酒店的保险柜,从里面拿出来了一包塑料薄膜包裹的东西,然后走到了客厅里。 这是啥玩意?丁长生皱眉问道,当时打开大幕,谁都不敢进去,是我先进去的。 至于那些古董之类的,我早就见怪不怪了,而且也带不出来,但是这个东西是一本书,虽然残破了些,我看了看,还都齐全,我本来是想交出去的。 看了看内容,我觉得这东西对你有用,对了,上次给你的全经,你读得怎么样? 莫小于问道,可,别提了,我要是读了,还至于落到现在这部田地吗?丁长生苦笑道, 我看也是,你不要嫌我话多,我倒是觉得,你该好好研究一下全经,以及这本书,说不定对你将来会有很大的帮助,怎么说,这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中国的文明从未中断,所以,以前老祖宗那一套,现在未必不管用,因为我们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人。 莫小于说道,说着,把层层塑料打开,对丁长生说道,你带手机了吗?我不确定这东西还能保存多久,你最好是该照相的照相,该录制视频的录制视频,保存下影像资料也好。 莫小于说道,他这么一说,丁长生拿出手机来开始拍摄,天下无谋。 这口气够大的,这是什么意思,读了这本书,天下就没有所谓的谋略了吗?丁长生问道,知道那个大幕是谁的吗? 莫小于问道,说是一个叫魏红生的人。历史上很有名吗?我怎么没听说过?丁长生问道,魏红生没有名,但是他伺候的一个人却是大名鼎鼎,他为那个人做了十五年的事业。 魏红生死后,那人不到两年就倒台了。 莫小于说道,谁啊?魏忠贤,魏红生原来不姓魏,但是为了表达对魏忠贤的忠诚,改姓魏。 走狗的嘴脸可见一斑,但是这人的谋略的确是厉害,所以他死了之后,魏忠贤在魏红生的老家修了这座大幕,里面的陪葬品也不少。 可见魏忠贤对他还真是不错,可惜了,被盗了不少,不然的话也不会被允许发掘。 莫小于说道,目的选得也不错,可惜的是,被柯北家给占了,现在柯北流亡海外,这么说来,这目的也不怎么样,不然的话,怎么会不保佑柯北一路升官发财呢? 丁长生说道,莫小于笑笑,说道,那还不是因为遇到了你,要是你不来北渊,柯北会一路直上也说不准。 好了,我拍完了,这东西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或者是交出去。 丁长生说道,你要是不要,待会我就烧了它,这本书不能被第二个人知道,不然的话,都学会了。 你学的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用?丁先生,你帮过我,所以我有好事想着你,也是真心想教你这个朋友。 你在官场,我在社会,咱们俩要是联手,虽然不会说天下无敌,但是至少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莫小于说道,丁长生想了想也对,因为他见识过莫小于的手段,要是论歪门邪道,他还真不是莫小于的对手,既然莫小于轻心结交他,丁长生没理由把朋友往外推。 好,谢谢。 这一晚,丁长生和莫小于一直在喝酒,天南海北地聊,直到东方雨堵白,丁长生这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看了看手里的那本破书,扔在了茶几上,也没上床,直接在沙发上睡着了。 睡得正香的丁长生被敲门声惊醒了,起来一看手机,十多个未接电话,于是去开了门。 你先起来了,我还在睡呢。 丁长生一看是莫小于,说道,马思颖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说是贺总找你,他找了不少人,这才想起来我在中北省呢,还让我去省城找你,你手机关机了。 进来吧,没关机,调静音了,现在就想好好睡一觉。 丁长生说道,莫小于自己倒茶喝,丁长生看了看手机挨个回了电话,找我有事。 丁长生给赫乐蕊打了电话,问道,你没事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都急死了。 赫乐蕊问道,什么事啊这么急。 丁长生问道,我看了新闻了,他们怎么搞的。 赫乐蕊问道,没什么,我的小辫子被人抓住了,不棒我不行,行了这事就这么算了吧,还有其他的事吗? 丁长生问道,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了,杨凤琪和雄安新区的项目定下来了,今天签合同,你知道了吧? 赫乐蕊问道,今天签合同?我不知道啊,也没人告诉我。 丁长生说着,把手机拿开翻了一下未接电话,有杨凤琪的,也有杜珊奎的,还有萧涵的,看来都是这一件事了。 你问问吧,现在合同应该差不多签完了。 赫乐蕊说道,丁长生顿了下说道,签了就签了吧,我和他说过很多次了,这次的投资有些大,要是一旦不顺,将会影响到磐石投资的元气,而且一次性投资太多。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机会难得,我说不服不了他,是不是坑,就看他自己了,我管不了,应该不会,那里是雄安新区,项目应该还是很靠谱的。 赫乐蕊说道,行了,就这样吧,我再给他们回几个电话,我想去找你,想你了。 赫乐蕊直言不讳地说道,过段时间吧,我这段时间有些忙,没时间招待你。 丁长生直接拒绝了,现在自己都成了新闻人物了,要是再不检点,说不定被人盯上就死定了。 好吧,那我等你消息。 赫乐蕊极不情愿地说道,挂了电话,丁长生继续翻手机,既然合同都签了,自己再打电话就没什么意思了。 于是打给了梁可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但是让丁长生没想到的是,打过去之后,语音提示对方电话已关机。 丁长生是接到了梁可义的电话后回到北园的,本来是想在乡下多待几天的。 可是梁可义居然到了北园,自己就没法再在两江市待下去了。 谢谢你的书,改天再见面吧,我先回去,有点急事。 丁长生对墨小鱼说道,那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是力所能及,我一定会帮你。 墨小鱼真心实意地说道,丁长生点点头,但是没往心里去,这年头,真心实意地帮着别人的人太少了。 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抱有太大的希望,这也是他从自己被降级这世上得出的结论。 回到了省城,丁长生先去见了梁可义。 他下了飞机,丁长生给叶文秋打了个电话,派个人去接梁可义。 没想到叶文秋是亲自去机场街的人,而且安排在了自己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人呢? 丁长生进了酒店,叶文秋正好在大堂里指导工作,于是上前问道, 在顶楼的套房里,要我陪你一起上去吗? 不用了,谢谢,准备点饭吧,送到房间里去。 丁长生说道,好,我这就去安排。 丁长生敲门进去的时候,梁可义正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北园的风景, 回头看是丁长生来了,立刻走了过来,然后给了丁长生一个大大的拥抱。 哎哎,千里迢迢,头怀送抱的,这肯定是美好事啊。 丁长生说道,梁可义抱着丁长生好一会才松开它, 然后看向丁长生的时候,眼睛都红了。 丁长生问道,这是怎么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不用担心,我没事。 我和我爸说了你的事了,让他和仲华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这么,对你太不公平了。 梁可义说道,丁长生笑笑说道,你就是为这事来的呀, 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了,这是仲华做不了主, 是宗纪委李铁钢书记亲自给省纪委下的指示, 这里面很复杂,很多事没法说,所以你就不要掺和了。 他凭什么?你为纪委做了多少事? 他心里没数吗? 梁可义还想再说的时候,被丁长生抬手制止了。 这件事很复杂,而且已经下了结论了,你再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想吃点什么?在这里吃,还是我带你去外面逛逛。 丁长生问道,出去走走吧,我现在不想吃饭,心里难受。 梁可义说道,丁长生看看他,笑道,这可和梁大小杰的脾气秉性不符啊,你以前可是很理智的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这些事而动感情的。 是,别人的事我不会动感情的,但是你的事就不一样,我很想帮你讨回这个公道。 你觉得怎么样?我爸不出面,我去北京找李铁钢,当面问问这个死老头子是什么意思。 梁可义愤愤地说道,丁长生笑笑说,没必要,对了,正好你来了,我还想和你说件事呢,这是之前,你爸还想我去川南帮你,但是眼下来看,我是帮不了你了,所以,川南我是去不了了,抱歉。 梁可义本来就是为这是来的,所以当听到丁长生这么说,首先是一愣,但是接着就顺着丁长生的话往下走。 我知道,没事,我自己能处理好工作上的事,我也知道,你心里难受,不去就不去吧,没关系,我就是来看看你,只要你想得开,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梁可义愤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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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可义问道 我不知道 走一步算一步吧 丁长生说道 梁可义不再吱声了 丁长生开车 带他在北原转了一圈 然后开车去了齐王府 让丁长生没想到的是 虽然翁兰一被抓了 这里居然还能正常地营业 这倒是出乎丁长生的意料之外 丁先生 您的菜齐了 请慢用 大唐经理微微鞠躬 然后退了出去 你常来这里吗 梁可义问道 也不常来 不过我认识这里的老板 翁兰一被抓了 这里还能正常运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翁兰一这个女人不简单 丁长生说道 菜不错 做得很精致 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关于你接下来的打算 算是一点建议 或者就是听我啰嗦几句吧 梁可义说道 嗯 你说 你的话永远都不是啰嗦 一句顶一万句 丁长生笑道 得了吧 我说得有这么值钱吗 要是这么值钱的话 你会听我的吗 梁可义问道 那你先说啊 丁长生说道 要我说 你去湖州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要是去湖州担任市委书记 或者是市长 那我什么都不会说 但是你现在被撸到了这个地位 你还能干啥呢 对吧 梁可义说道 说下去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稳定湖州的项目 不在湖州 而在外面 中气集团那个许一剑不是好人 你要时刻地方 但是你窝在湖州 没有任何的用处 况且来说 陈幻山在省里 你在湖州 他们更会提防湖州 所以 不如在外面 跳出来那个圈子 你看得更加的清楚 凡事也是游刃有余 梁可义说道 那我去哪呢 待在北原 北原有不少人都认识我 我虽然不要脸 但是别人看我的眼光 也会很奇怪 以前的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现在被撸到了科技干部 我能干啥 丁长生叹口气 说道 梁可义没再说别的 给丁长生加菜 然后聊起了其他的事情 那地方咋样 丁长生问梁可义道 哪里 当然 是你任职的地方 我听说 那里还不错 丁长生说道 梁可义摇摇头 说道 不行 穷得很 你爸这是在帮你 要是把你弄到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去 很难出成绩 但是越是穷的地方 但凡发展一些 经济数据就会很好看 所以 我觉得 你未来几年 可能会苦一些 但是很快就会获得提拔的机会 丁长生说道 谁知道呢 但愿吧 但是我是感觉到基层去从政是真的难 说起来你都不信 司机开车带我下乡 第一次就翻车了 要不是我系着安全带 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司机死了 他们那边开车不习惯系安全带 真的不容易 梁可义说道 这么严重 你爸知道这是吗 丁长生问道 我没敢说 这是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担心 基层就是这样 那个是80%的土地都是山地 现在又要抓精准扶贫 每一户都是包到干部个人 作为市长 我肯定是要抓最贫困的那几户了 所以 工作很不好做 干部为了让扶贫经得起检查 不少都是自掏腰包 要不然怎么办呢 梁可义说 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低沉 一看就是心里很沉重的那种 那你觉得值得吗 丁长生问道 梁可一点点头 说道 值得 要是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还会这么做 真的 你没去过那里 你是不知道基层老百姓的苦 虽然中南省和中北省也有贫困的地区 但是像西部那么贫困的地方 绝对是超出你的想象力 当你给他们一点帮助后 他们会对你感恩戴德 他们的朴素思想远比东部的要好很多 我也在中南省下过基层 感觉东部的有些扶贫政策成了养懒汉的政策 家里拆迁分了几套房子 依然是贫困户 和西部的比起来 这不是天上地下吗 听着梁可义在这里娓娓道来 不急不躁 看得出来 他的心性被磨练的已经平滑了很多 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有的人会定期到佛寺里闭关一段时间 也许在这个繁复无杂的世界里 放下身边的一切 去寺院里清休一段时间 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轻了很多 饭后 丁长生将其送回了酒店里 这是我从我工作的地方带回来的茶叶 你试试 全都是野山茶 味道很清纯 而且绝没有化肥农药 因为他们用不起那些东西 梁可义优雅地为丁长生泡了一杯茶 说道 嗯 味道还真是不错 卖得怎么样 丁长生问道 刚刚开始打市场 效果不是很好 而且产量也有限 总之 现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产业 我去了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走访调研 争取在未来的一个月里 走遍全市所有的乡镇 目的就是看看 芒山市适合搞什么产业 摸摸底 我还真是从来没有 渗入到这么基层呢 我爸给我的建议是 走遍每一个乡镇 知道这个镇在哪里 有什么特产 穷在哪里 我看 我完成这个调研 估计差不多就到年底了 这一年 等于是啥也干不了 梁可义无奈地说道 俩个人相谈甚欢 丁长生很久没有和人谈得这么愉快了 梁可义也在这谈话的功夫 慢慢地让丁长生放下了心思 使他感觉轻松了很多 其实女人对付男人 不是撒娇卖怪 也不是魅惑 最让男人恋恋不舍的 却是女人懂她的心思 让她的心思放开了 整个人感到轻松 这样男人才会愿意和这个女人 做更加深入的交流 就像是现在床上的梁可义和丁长生一样 此时的丁长生 别说是自己走了 就算是梁可义赶他走 他都不会离开的 在和丁长生缠绵了一夜之后 梁可义一大早就把丁长生叫醒了 我要走了就请了一天的假 那里交通不方便 我这时候回去 要到晚上才能到单位 路不好走 我得抓紧时间 梁可义低头在丁长生的脸上吻了一下 说道 多请几天假不行啊 丁长生问道 我是市长 请假时间长了不好 说不定我两天不出面 就会被人传说我被带走调查了呢 我是个女人 本来就不占优势 那里是女人当男人使 男人当牲扣使唤的地方 没办法 你决定去哪了告诉我 到时候把新的地址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祭点我们那里的特产 梁可义说道 叶文秋送梁可义回来后 去了一趟总统套房 丁长生已经不在了 问了问服务员才知道 丁长生在他们走后就走了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仲华看着眼前的丁长生 惊讶地问道 我确定我没说错 你肯定也听不错 所以 我还是暂时远离这个漩涡一段时间吧 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丁长生说道 盲山 那个地方可是够偏僻的 你怎么想起来去那里了 仲华皱眉问道 丁长生实话时说道 昨天梁可义来了 他现在在那里当市长 听说了我的事 特意过来看看我 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干点事 他昨天说了很多 一句话 那里很穷 我也想去看看 待几年 干点时事 也许对我也是一种磨炼 这样呢 大家都算是一个解脱了 我的意思是你待在北原 想去任何的部门都可以 熬过这三年 或者是这个风头过去之后 我在安排你其他的位置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仲华恳切地说道 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 也是因为 不想让人指指点点 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还能做点时事 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这是我决定了 你也不要劝我了 丁长生说道 仲华点点头 说道 好吧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什么时候走 我叫几个人为你践行 丁长生摆摆手 说道 别 千万别搞什么践行了 我最受不了这样的场面 还是让我就这么悄悄地走了算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叫不是什么大事 你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不行 不能就这么悄悄地走了 别人会怎么看我 仲华话没说完 就被丁长生打断了 老板 真的没必要 你也很忙 大家都忙 这样吧 我待会再去和林省长说一声 其他人就算了 到时候他们问起来 让他们和我联系 其他的就算了 丁长生说道 仲华见丁长生态度很坚决 也只能是点点头 说道 你走了 我手底下又没人可用了 官场上的事你也知道 要是做到无条件地相信一个人 真的是很难啊 丁长生没接这个话 茶 一接下来 又是没完没了了 丁长生去了林春晓的办公室 但是林春晓正在礼物接待下面来汇报的官员 丁长生就等在了林涛的办公室里 丁主任 喝茶 林涛给丁长生到了杯茶 说道 郎君知有消息了吗 丁长生问道 林涛摇摇头 说道 林省长帮我问了 但是调查组的人不让多问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公公都急坏了 嗯 我走之前会帮你问问 调查组的人我认识 看看什么情况 要是不严重 你也可以放心 丁长生说道 你走之前 你要去哪 林涛很机灵 一下子就把握住了丁长生话里的意思 问道 丁长生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要去川南 可能要去那里待几年 你好好跟着林省长 他还会有进步的机会 将来这也是你的资本 替我问你爸妈好 川南 那么远的地方 为什么要去那里 林涛刚刚问出口这话 立刻意识到了丁长生的意思了 看来是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那地方穷 但是风景不错 有机会你和郎君之可以去玩玩 到时候 我招待你们 丁长生说道 林涛文言一愣 然后就是脸红 但是一想到丁长生一下子跑这么远 眼睛立刻就湿了 背对着丁长生擦了擦眼睛 说道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做 嗯 我会的 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紧紧跟着林省长 机会难得 将来对你的仕途 也是有帮助的 齐振强没事还好 要是齐振强真的有问题 郎君之也难脱身 将来他们家可能就要靠你了 这点你没想到吧 丁长生问道 是 我知道 记住了 林涛像是一个小女生一样 低着头 站在桌子旁 绕着手指不说话 丁长生听到了林春小门开的声音 起身走了出去 经过林涛的身边时 抬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林涛感到自己的半边身体都酥了 哎 到我了 你这人 丁长生刚刚想进门 但是被身后的一个人给拉住了 林春小此时也在门口说 我这里上班呢 你下班再来吧 我只需要两分钟 丁长生回头对那人说道 走廊里还坐着不少人等着排队见林春小呢 这两分钟 算是丁长生厚着脸皮争取下来的 那好 就两分钟 关好门 林春小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丁长生站在他的办公桌面前 说道 长话短说吧 我明天一早的飞机 去川南 过去工作几年 今晚还有事 这边朋友不少 都得告别 所以 就来和你说一声 我刚刚从仲华的办公室出来 什么 去川南 去川南干什么 你有病啊 中北省装不下你吗 林春小一下子就急了 我现在留在这里没任何的意义 与其在这里被人指指点点 还不如走得远一点 也好踏踏实实干点事 丁长生说道 你已经决定了是吧 对 去投奔谁 我不信你会这么冒冒失失的 就去那里工作 谁在那里 梁可义 他昨天来找我了 如果不去川南 那我就辞职 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梁可义在那里是市长 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干活的位置 我也好踏踏实实干点事 避避风头 这不是挺好的吗 丁长生说道 林春小文言 看向丁长生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愣了一会 笑了 说道 说到底 还是英雄难过美人观啊 我可告诉你 那里地方小 你和他的事更是没地方藏 你要是再和他胡来 相信别人还是会盯着你这一点 别以为藏到山沟沟里就安全了 我知道 不会的 我和他就是工作关系 能让我干点事就干 不让我干 那我就在那里玩玩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不是挺好的吗 丁长生说道 林春小点点头 说道 但愿真的像你这么说的 需要什么 有什么困难 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能帮你的 尽量帮你 他爸是河山市委书记 资源多的事 多利用一下 沉下心做点事 别再这么冒冒失失的了 我知道 这边的事也需要你支持一下 尤其是原始地产 他们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 但是资产是好的 省里 支持一下渡过难关 将来对省里的好处 不用我多说了吧 丁长生说道 我知道 这不用你说 只要是省里的优质企业 省里没理由不扶持 这点你不用担心 林春小说道 丁长生开着车游走在大街上 准备去原始地产 和夜始姐妹告个别 路过一家平行进口车店 停下来进去看看 因为听了梁可义讲 山里交通状况不是很好 自己开着这辆奥迪车去 肯定是下不了乡的 所以想买一辆越野车 刚刚进门准备看车的时候 身后跟进来一个人 你想买车呀 干嘛不说一声 我给你办了不就行了 你还自己跑来看 丁长生闻言一回头 看到是叶文秋跟了进来 咦 你怎么在这里 我刚刚还想去公司找你呢 路过这里 下来看看 丁长生看向门外 看到了他的车停在了自己车后面 我去银行了 抵押手续有些不合适 修改了一下 处理完了 叶文秋陪着丁长生走在这些豪车中间 想要哪一辆 我付钱 丁长生叹口气 小生说道 算了吧 现在纪委还在找我的麻烦 就是和你们原始地产有关系 你们要是给我买了车 还不得立马把我关起来 对了 那辆奥迪车 找人给我送回江都吧 给我老婆开 我要买一辆越野车 对了 我明天要走了 和你说一声 见了你也是一样 就不去见你姐了 要走 去哪 什么时候回来 叶文秋一愣 问道 因为从丁长生的这些话里 听出来一种不祥的预感 去川南的芒山市 这里没我什么事了 我已经要求调动工作了 去那边静静心 公司的事 我给林春小省长打过招呼了 只要是你们合法经营 他会给方便的 丁长生说道 叶文秋一下子就急了 问道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们怎么不知道 新闻看了吧 还用我怎么说 在这里混不下去了 换个地方继续混呗 丁长生说道 那就这么算了 一走了之了 叶文秋问道 不然呢 没脸没皮地留在这里吗 丁长生问道 不是 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这算是通知我吗 叶文秋问道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算是吧 放心吧 我们之间不会这么就断了的 要是那边需要你们的支持 你们原是地产过去投点钱 支援一下地方建设 到时候别哭穷就行 是因为我们你才被清算的吗 叶文秋问道 丁长生拉开车门上了一辆木马人 说道 这里面的事很复杂 不要瞎猜了 瞎猜也没用 回去和你姐说一声就行 可是 这车能开出去试试吗 丁长生问卖车的小妞道 试完了车 丁长生交了钱 然后把一切手续都委托给了车行 让他们办妥之后 将车发物流到川南芒山市 你现在去哪 叶文秋问道 现在回去收拾东西 明天一早的飞机 那我跟你回去帮你收拾一下吧 叶文秋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我呢 你还是给我省点心吧 果然 在丁长生走了之后不久 就有人到汽车超市 询问买车的情况 是王荣霍调查组手下的人 他们果然是紧紧地咬住丁长生不放 当然了 丁长生只是出于小心 没真正地看到这些人 一早的飞机 丁长生没告诉任何人 一个人打车去了机场 但是没想到 在机场遇到了等着自己的叶义军 肯定是叶文秋告诉他的消息 他也带着行李箱 丁长生笑笑 问道 这是去哪 回北京吗 我一直都想去川南旅游一次 但是一直没机会 你这次去 给我当个保镖吧 免得我被截了色 叶义军笑面如花 丁长生看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半礼直击 两人选择了挨着的座位 上了飞机 丁长生的心 才算是安定下来 没想到你要去川南 怎么样 是在那里住一段时间 还是就是玩玩 丁长生问道 看看吧 如果高兴 说不定也会住下来 彻底地休息休息 如果住得不高兴呢 下了飞机 就回来也说不准 叶义军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没说话 这次的事 我们都得到了教训 我为我当初的轻率选择 我要是当初拒绝车家和就好了 说不定 我现在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你呢 当时要是拒绝了宇文灵芝和叶文秋 说不定你现在国外逍遥快活呢 要是让你再选择一次呢 你还会这么选择吗 叶义军问道 事情没有如果 还是不要假设了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自由自在 现在没有要立刻去办的事 也没有人紧紧盯着你不放 你呢 可以搞搞自己的艺术 闲了就到处玩玩 品尝美食 不是挺好吗 丁长生说道 可是 我那十年的青春代价怎么算 到头来 我剩下什么了 十年的青春 就这么荒诞地过去了 你说 我是该哭 还是该笑 叶义军无奈地摇摇头 没有再说下去 车家合得是不简单 这辈子都难出来了 丁长生说道 叶义军点点头 说道 何止是不简单 别说是出来了 就是活命都难 我听到他和车瑞儿两人 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件事 我也是 昨天才想起来 好像是有四个什么人 被他们活埋了 周一兵下的手 所以周一兵消失那几天 车家合就像是疯了一样派人找 但是到现在 周一兵也没消息是吧 四个人 买奶了 丁长生问道 我不知道 这是也许车家合知道 如果属实的话 那就是杀人了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活命 叶义军说道 丁长生看看飞机还要等一会才起飞 立刻拿出手机给李铁刚拨了过去 无论怎么说 丁长生还是心存一丝正义之心的 什么事 李铁刚一看是丁长生的电话 以为是和他的处分有关系 声音里透着凉气 这让丁长生很不舒服 但是也没在意 毕竟自己只是告诉他这个消息而已 又不是求他高抬贵手 所以说话也不客气 失踪的那四个侦察员 车家合知道他们的位置 好像是已经被害了 但是具体执行的是消失的那个周一兵 他在车家合的手下没少干坏事 可惜的是到现在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这是车家合应该是知道人埋在什么地方 丁长生说道 你从哪来的消息 李铁刚皱眉问道 我不能说 你们要是相信 我就继续审问车家合 要是不信 那就当我没说 说完 丁长生立刻挂断了电话 李铁刚看看被挂断的手机 愣了一下 继而微笑着站起来 拿起红色电话打了出去 打完了电话 然后又给丁长生拨了回去 但是丁长生的手机显示已关机 然后又打给了仲华 这才知道 丁长生决定去了川南 这小子有种 没找我求情 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李铁刚说道 但是话没说完 就被仲华打断了话头 仲华说道 我是怕麻烦的人吗 他留在北原 我心里还安定一些 他这么一走 接下来很多事都没法办 就是要办的话 也是费尽力气 李书记 你这次算是把我害惨了 我本来是想把他留在我身边 一直带着他的 这下好了 蛟龙入海 又便宜别人了 这话要是被梁文祥听到 肯定会说你小气 仲华 你现在也是风将大力了 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丁长生是不错 但是惹事也是一把好手 留在你身边 既是一把好刀 也是一颗炸弹 这你怎么不说呢 李铁刚也遇到 算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 仲华说道 丁长生并没有告诉梁可义 自己来了川南 所以下了飞机 丁长生和叶怡君 一起入住了省城安和市的一家酒店 但是在开房间的时候 两人各自开了各自房间 住不住是一回事 但是开房的事不能马虎 叶怡君刚刚放下行李箱 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呢 丁长生就敲门了 带我去哪 那个盲山市离这里远吗 叶怡君问道 不是很远 开车一个小时 我可以在这里陪你几天逛逛 等我的车到了之后 我再去盲山不迟 但愿他能给我多点时间 丁长生说道 那好啊 我换了衣服 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看看这里有什么特色 叶怡君说这话的意思很简单 我要换衣服了 你需要回避一下 可是丁长生点了一支烟 坐在沙发上 就这么看着叶怡君 然后说道 你换就是了 我真是没看过 女人在我面前换衣服呢 让我长长见识 叶怡君很无奈 不得不拿了衣服去了洗手间 丁长生也没跟着过去 那样的话 就显得自己太猥琐了 你呀 怎么被贬的 心里没数啊 还这么不是好歹 要是被人知道了 我跟你到这里来了 不知道又要生出什么事来呢 所以 你还是赶紧和梁可义联系 工作的是重要 我呢 先在安和玩玩 然后去盲山找你 到时候 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 比在酒店里安全多了 住酒店现在太不安全 说不定就有人跟着我们来了安和呢 万一抓到你的什么把柄 你哭都来不及了 听话 好吧 叶怡君说的很有道理 丁长生就算是有那么个意思 也不敢再放荡下去了 这件事自己还真是要听叶怡君的 两人出门打车到了安和市最繁华的商业街 一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里都是人生顶沸 他们俩是挨个店里吃吃喝喝 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这是我十年前向往的生活 和一个谭德来的人到处吃吃喝喝 游玩天下 现在终于实现了 谢谢你 丁先生 叶怡君举起酒杯 敬了丁长生一杯酒道 和我说这些太客气 你说的也是我的心里话 希望你余生幸福 敬你 丁长生说道 叶怡君闻言一愣 继而将一杯酒一饮而尽 然后看向丁长生 眼泪渲染欲滴 却在眼泪滴下来的一瞬间 转头看向了别处 既然有这样的生活 你应该高兴才对 丁长生说道 算了 不说这些了 对了 你夫人会来盲山吗 叶怡君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不知道 他应该会留在江都 这里的条件还是不如江都 这里也比东部潮湿 应该不会来 叶怡君点点头 说道 我这几天会通过中介 在盲山找个房子 到时候收拾好了会告诉你 叶怡君这话就说得很明显了 暗示的意味也很浓 丁长生看着这个 渐渐被自己征服的知性女人 一时间有很多的冲动 但是他比自己要理智得多 他也不知道自己和叶怡君之间到底会是什么结果 是好是坏 很大程度来说 叶怡君的知性很像是副品签 想到这里 丁长生又想起了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女人 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改作业 或者是已经睡了 晚安 早点睡吧 不在这一时 叶怡君说完就进屋关了门 丁长生也没坚持 洗了澡 躺在被窝里 想了想 还是给副品签 发了一条微信信息 问问她是不是睡了 可是没意会 她居然给丁长生打了过来 你还没睡啊 嗯 没睡呢 这么晚了 有事 没事 想你了 就想发个信息 碰碰运气 丁长生说道 嗯 要不回来住几天 新闻我看了 别太在意 我知道 你也不是太在乎当官的人 对吧 副品签说道 没事 我能挺过去 我知道 所以一直没敢给你打电话 刚刚在和苗苗视频 她那里 是中午 这丫头被你惯坏了 现在还没起床呢 不过好在学习没落下 副品签说道 那就好 别给她太大压力 出去读书 最主要是长见识 不需要拿奖学金 拿奖状 太累也没必要 你就知道关心这个 关心那个 就不能多关心点自己 副品签说道 我知道 对了 我工作调动了 我现在穿南芒山市 到这里来工作了 丁长生说道 穿南 那么远 你现在说的那个地方 我一点没印象 你等一下 我看看地图 怎么跑那去了 就算是被降级了 也不至于这么歹毒吧 这不是发配边疆吗 副品签嘟嚷道 没事 我自己要来的 这里空气好 你要是空霞了 来度度假吧 我今天刚刚到 空气是不错 丁长生说道 副品签虽然心疼丁长生 但是听他的声音 精神状态还不错 也没再说别的 生怕自己说多了 他再不愿意听 你这么说 不是为了安慰我吧 副品签问道 真的不是 这里真的还可以 改天你来看看吧 比东部是穷了点 但是看着还可以 丁长生说道 这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直到丁长生有些困了才罢休 丁长生是睡着了 可是副品签却睡不着了 他决定在未来的假期 去丁长生工作的地方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 按照叶怡君的意思 丁长生一大早就给梁可义打了电话 告诉他自己到了安和了 待会坐车去盲山市 梁可义高兴坏了 虽然自己有一种预感 丁长生会来这里看看自己 但是没想到他是来工作的 调动工作的事对他来说 那是很简单的事 谁也不会给他设障碍 毕竟穿难一把手的儿子 还在和山市挂指锻炼呢 从地图上看 安和市距离盲山市不远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但是真的坐上了客车之后才发现 客车根本跑不起来 三个多小时之后才到了盲山市汽车总站 还没下车 就看到了戴着大颜帽的梁可义 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他 丁长生下了车 梁可义立刻迎了上来 因为来这里接站的还有司机 梁可义还是一个市长 所以不可能做出什么意料之外的动作 非常官方地和丁长生握握手 然后指挥着司机接过来丁长生的行李 一起搬到了车上 这才上车离开 路上还顺利吧 梁可义的话都非常的官方 好像是在接待一个久未见面的同志一样 没有一丝的一样 还可以 就是客车有些慢 昨天到了安和 在安和住了一晚 安和发展的还可以 不比东部的省城差 丁长生说道 嗯 这两年省城建设的不错 但是经济数据上不去 这是全省现在面临的巨大问题 现在川南还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 怎么把这些熟练的工人安排在本地就业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算了 你一来我就和你说这些 等你熟悉了你就知道了 先住在政府招待所吧 外面的酒店不安全 梁可义说道 怎么 这里的治安很差吗 丁长生问道 既然来了 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这也是因为穷的问题 要是都付了 就没人估到这些破事了 梁可义说道 丁长生看着窗外的街景 刚刚拐过街道的一角 居然看到了十几个人 拿着砍刀和棍棒 洗劫一家商店 梁可义的脸色很不好看 立刻打了110指挥中心 让他们出警 他们的车也顺时停在了路边 几分钟 警察来了 可是那些小混混 根本不害怕 见警察来了 只是停止了洗劫而已 警察上前也没把人怎么样 只是让这些人滚蛋 梁可义拿手机 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小混混们滚蛋以后 警察也收对了 这样谁还敢来投资啊 这治安环境确实是堪忧啊 丁长生说道 是啊 这都是轻的 严重的时候市民夜里不敢出门 这里历来有帮派的传统 这里的帮派和乡下的宗族势力也勾连在一起 所以工作很难做 这地方本来就不大 亲戚连着亲戚 相亲连着相亲 执法难度很大 这是不止一次地说了 可是没多少改观 梁可义说道 司机将行李送到了房间就出去了 梁可义关上了门 快步走向了丁长生 丁长生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一个相吻深深地吸住了 对了 你想干什么 想好了吗 梁可义问道 既然来了你的地盘 当然是听梁市长的了 丁长生走过在他的屁股上 狠狠地抓了一把 抓得梁可义有些皱眉 但是却有一种热流洋溢着全身 你好好想想 觉得哪里能发挥你的长处 我可以协调势力的任命 别委屈了自己 我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帮我 但是也不能让你受委屈 梁可义说道 再说吧 我还真是没想过呢 丁长生说道 那你现在就想想吧 想好了 我们晚上讨论一下可行性 梁可义说道 梁可义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之后 立刻给自己老爸梁文祥打了个电话 汇报丁长生来盲山的事 这是我听仲华说了 仲华给我打过电话 那意思是人到这边来了 要我看着办 我能怎么办 你有什么想法吗 梁文祥问道 我想让他出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 你觉得呢 梁可义问道 办公室主任 不好 你们两个不能离得太近了 而且他在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 也没干出来什么成绩 最好是还是把他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 再说了 他去啊 你说了能算吗 和尚龙能同意吗 梁文祥问道 梁可义在盲山市所有的决策 几乎都是要汇报给梁文祥的 这也难怪 他没有当过这样独当一面的领导 所以很多是不知道怎么决策 试试汇报给他老爸也是正常的 毕竟梁文祥是老江了 和尚龙是盲山市委书记 是地地道道的地头蛇 虽然梁可义来了盲山时间不长 已经深深地感觉到 本地这一张被织得密密麻麻的网 很难在这张网之外再有其他的动作了 他同意不同意 那是他的事 要是丁长生安排不下来 我下面的工作还真是难开展 梁可义说道 所以啊 丁长生只有一个 你不能事事都指望他 要把他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去 现在把他安排在你身边 很大程度上施展不开他的能力 到时候你就该后悔了 人事全不在你手里 不能一天掉一个岗位吧 所以 这是你要考虑清楚再说 梁文祥说道 我明白了 我再想想 他怎么说的 梁文祥问道 他什么都没说 我怎么安排他都没问题 不挑的 梁可义说道 嗯 你再好好想想 多和他沟通一下 他能去盲山 说明他还是在意你的 别的话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你自己好好想想 以后怎么办吧 梁文祥说道 梁可义当然明白自己老爸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丁长生是结了婚的人 自己再怎么折腾 他是不会离婚的 这一点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 现在的梁可义 抱着和丁长生多待一会是一会的心态 别的倒是没奢望 梁可义的身份 芒山市的大小领导都打听得差不多了 要是没点背景 是不会到这个地方来锻炼的 人家只是来这里镀镀金 回去就是等着提拔的 所以 梁可义在很多人眼里 都是一个带折的花孤朵 谁要是真的能攀上这朵花 那自己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这位美女市长 在芒山市的一举一动 更是惹人注目 这不 这一次惹人注目的是他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在市政府的食堂里用餐 而且好像和这个男人还挺熟的样子 边走边向那个男人介绍市政府的建筑 男人的目光是会杀人的 这一路走来 丁长生的身上不知道被多少男人如剑般的目光杀了多少次了 看来这里的男同志对我抱有很大的敌意啊 丁长生感慨道 你不用管他们 都是一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主 我根本就不惜地搭理他们 梁可义说道 两人各自拿着托盘 选了自己想吃的东西 然后找了个座位 面对面吃饭 我来的时候 这里的菜那叫一个难吃 我第一个整治的就是食堂 以前不收费 现在每天每人三块钱 菜的质量上来了 来食堂里吃饭的人也多了 吃完饭我带你上街逛逛 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 这里是西南地区 民风彪悍 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 大街上就能打架 还不会被处理 这在东部地区看不到吧 梁可义问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 梁书记不是你亲爸 亲老子怎么会把你 弄到这破地方来 丁长生说道 梁可义闻言 放下了手里的筷子 双手交叉 抱在胸前 说道 我真是很感谢你 你要是不来 我自从上次车祸之后 我就打定主意了 无论下面乱成什么样 我是不会下去了 我是来锻炼的 不是来修炼的 万一把命搁在这里 我屠杀 现在好了 你来了 我想干点事的激情又回来了 不然的话 我真是不知道 自己要不要撑下去 哎 你在北原可不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是看在你想干点事的面子上 才来找你的 你现在居然说不想干了 丁长生指着梁可义 开玩笑道 我说了吗 我不记得说啊 梁可义拾口否认道 好好 算我说了吧 这不是你来了吗 你来了 我就还得继续干下去 不然的话 对不起你这千里迢迢的热情 梁可义说道 那当然 我来了 你能不干吗 你就是不想干 我还得干呢 丁长生说道 一句话好几个干 再加上丁长生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都在盯着梁可义 梁可义 梁可义焉能不懂她的意思 恨不得拿筷子敲她的脑袋 但是刚刚举起手 才意识到 这是在市政府的食堂里 这才狠狠地白了她一眼 哎呦 当了市长还长脾气了 晚上再收拾你 丁长生小生说道 想到丁长生刚刚说的 再加上丁长生那恶狠狠的眼神 梁可义像是全身得到了什么暗示一样 开始变得不自然起来 身体也变得扭捏不安 哎 这里是公共场合 不要这么没出息好不好 对了 待会去看看你的办公室吧 以后我也好会报工作 否则的话 还真是找不到门呢 丁长生说道 于是 梁可义草草吃了点东西 带着丁长生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不好意思 本来我是该回去做饭吃的 但是今天是多 下班晚了 估计回去菜市场都没菜了 就先在食堂里对付了 进了办公室 梁可义解释道 没关系 以后日子长着呢 什么时候吃都行 丁长生说道 刚刚坐下 门外敲门声 梁可义应了一声 外面一个小姑娘 端着一杯茶进来 放在了丁长生的面前 又要给梁可义倒水的时候 梁可义说道 宗雪真 这位是丁先生 以后他来找我 无论我有什么事 只要是在办公室里 立刻汇报 是 梁市长 丁先生好 我先出去了 说完 就退了出去 小姑娘说完 微微鞠躬 然后带上门出去了 丁长生的眼睛 一直都盯着他出去的背影 哎 看什么呢 再看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梁可义摆了丁长生一眼 说道 你这么地方 穿得这么时髦的 这是我见到的头一个 丁长生说道 那时 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 能回来这地方不错了 梁可义说道 两人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 就一起出了市政府大院 市政府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中心 所以从市政府里出去 无论是街景还是建设 都还能讲得过去 只是高楼不多 作为一个县级市 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里还不错 夜景不错 丁长生说道 去年这里 新建了一个小型的水库 发电站 不然的话 这县城里的电 只要是到了夏季用电高峰期 就会时不时断电 到现在还有80多个自然村不通电 这就是盲山市的现状 梁可义说道 这就看你们市政府的责任了 这是你们要是不做 谁来做 电业局吗 老百姓就是通了电 也就是看个电视用个点灯 电业局根本无力可图 但是架限通电 这可是大工程 他们才不会去干着赔本的买卖呢 丁长生说道 说的是啊 现在又要求精准扶贫 连电都不通 怎么发展经济 这不是闹着玩吗 梁可义苦笑道 所以基础工程不完善的话 丁长生的话没说完 梁可义的手机响了 梁可义拿出来一看 是市委书记和上龙打来的 立刻示意丁长生不要说话 然后接听了电话 和书记 我是梁可义 有事 我现在省城往回赶呢 龙安镇发生家族泄斗 你要立刻赶到现场调解 市公安局已经赶赴现场了 我不在家里 你不去不行啊 总得有个领导出面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赶过去 梁可义说道 好 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和上龙在电话里说道 挂了电话 梁可义的脸色很不好看 丁长生问道 怎么了 龙安镇发生家族泄斗 现在还在乱着 和上龙正从省城往回赶 要我先去现场安抚一下情绪 梁可义说道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泄斗不是小事 说不定还有危险 这是麻烦事 走吧 我跟你一起去 丁长生说道 于是 丁长生和梁可义 一起坐市政府的车 赶往龙安镇 龙安镇是全市最大的一个镇 但是也是最穷的一个镇 因为没什么资源 山地多 多是务农为生 但是现在农业产出来的东西都不值钱 还有就是产出来的东西多在夏季 夏季多是雨季 山地塌方 一下子就会把路堵死 里面的东西运不出来 基本就是自己自足的状况 这个时间点发生泄斗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争夺水源吧 梁可义大致介绍了一下龙安镇的情况 很难想象这个时代了 还有这样的事 丁长生说道 车行很顺利 但是也开了一个多小时 其实从芒山市到龙安镇的距离 不超过30公里 山路弯多 根本不敢开 再加上车上坐的是市长 上次已经翻车死了一个司机了 现在的司机更是不敢开快了 尽管梁可义一直催着开快点 但是司机一直都很小心 到达现场的时候 老远就看见灯火通明的一群人对峙着 中间是镇上的干部 在中间用手持喇叭 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此时车渐渐停下 丁长生先下了车 然后才是梁可义 丁长生走在前面 梁可义走在后面 龙安镇的领导 见市里领导来了 一下子松了一口气 虽然刚刚打了一架了 但是没死人 现在市里领导来了 要是在发生大规模的泄斗 自己就可以推脱责任了 丁长生看到镇领导那喜出望外的脸色 立刻站住了脚步 梁可义还想再继续向前走 但是被丁长生悄悄拉了一下手 梁可义一愣 也站住了 梁市长 您来了 您来了就好了 他们 齐山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把人都解散了 都坐在这里干嘛 等着管饭呢 梁可义怒道 不是 梁市长 是这样 问题没解决 他们都不回去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作为镇党委书记 还是本地人 这点事都做不了吗 这些人你都认识吧 这点面子都没有 这大半夜的 还要梁市长亲自来跑一趟 丁长生质问道 这位是 齐山一愣 看向梁可义 那意思是谁啊 哪来的 你现在立刻把他们都劝回去 有什么事 明天到镇政府派代表处理 是公安局的人呢 怎么没来 丁长生看到现场 只有几名警察 并不是像梁可义说的那样 是公安局的人了 已经来了 市局的人 没来啊 市里没来人 你们是第一个 齐山疑惑地说道 丁长生悄悄拉了一下 梁可义的衣服 然后俩个人走到了一边 这是有些不对啊 和尚龙不是说市局的人来了吗 现在这情况 要是真的发生邂逗 我们是白搭的 不被打就不错了 根本制止不了 你要是有解决的办法 就出面讲几句 要是没成熟的方案 不要轻易表态 看看现在这情况 你无论说什么 一方总会认为你是偏袒对方的 所以 一旦局面失控 根本控制不了 好在是现在不打了 让他们派代表到镇政府谈 不能在这里谈 谈也谈不到一起去 丁长生说道 于是 丁长生让梁可义先上了车 自己一个人走向了齐山 让他们到镇政府谈 派代表去 多派几名代表也行 告诉他们 谁要是在打人 坐牢是少不了的 梁市长身体不舒服 到镇政府等着你们 从现在开始 出了事还是你负责 别以为领导来了你就没事了 丁长生说完 回身向车走去 然后开车离开了现场 齐山一下子惊呆了 回到了现场 看着两边的人 说道 都别演了 去镇政府谈吧 这里谈不成了 因为在来的路上 梁可义一直都在说 龙安镇很穷 但是真的到了 镇政府的时候 丁长生还是被 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 因为镇政府修得 比东部某些乡镇的 政府气派敞量多了 下了车 丁长生没有立刻跟着 梁可义进这座 三层欧式小楼 而是在院子里看了看 然后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感觉这里挺有意思的 十多分钟后 龙安镇党委书记齐山 开车回来了 车上还拉着几个人 随后镇政府来了更多的人 丁长生和梁可义 站在二楼的走廊里 看着院子里黑压压的人 颇有些无奈 齐山明明可以控制局面 为什么还非要市里领导来呢 丁长生问道 梁可义摇摇头 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但是好像谢斗士这里的传统 一言不合就拔刀 你没发现吗 在盲山市也是这样 老百姓是被允许带刀上街的 他们说这是这里传统习惯 砍刀在老百姓的生活中 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也为行凶铺垫了很多方便 梁市长 我们在会议室里坐吧 齐山安排好之后 过来请梁可义进去调解 丁长生没进去 这种场合要是再敢行凶 那就是齐山的责任了 所以 在会议室里打不起来 要打也会在院子里打 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 院子里的人也是分开坐下 以中间的棋杆为中心 精卫分明 丁长生慢慢躲步下楼 然后到了院子里 和到处都是泥泞的土路不同 院子里也是清一色的水泥地 可以说镇政府建设的是真的不错 在院子里的宣传栏里 丁长生看到的都是一些照片 打开手机手电筒 想看看这些照片都是些什么人 近年来 政府也学着西方政府搞政务公开 但是学得不伦不类 西方政府很少有能隐瞒不公开的 但是我们这里只是公开一些领导的照片 顶多在公布领导的电话 打过去基本都是专门接电话的在接听 领导的私人号码 岂能是真的对社会公开的 那还不得被打爆了 丁长生看看照片栏 再看看楼上 很奇怪的是 这样的事怎么只有党委书记齐山出面 镇长去哪了 这公开栏里明明是有镇长的 怎么没来 为什么打架 丁长生走到一旁 问其中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小伙子道 丁长生也认不出来他是哪个民族的 反正和汉族的衣服不一样 打架还需要理由吗 老爹说打就打了 老爹 到楼上去了 你去楼上问问吧 不要来问我们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小伙子也是够实在 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就和人家打 丁长生上了楼 看到梁可义坐在椭圆形桌子的顶端 旁边坐着旗山 党政办这个时候也热闹起来 来了不少人候着这边的动静 丁长生看得出来 别看梁可义心眼多 惊得和喉似的 但是遇到这样的事 他还真是不好 拿主意怎么办 坐在那里一筹莫展 只是拿着笔记本在记录这些人说的 因为有些方言听不懂 还要停下来问问齐山这些老乡 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人 就不能相互体谅一下 就是因为那么一点水 每年打得不可开交 大家相互忍让一下不就完了 不能自己活不让别人活吧 齐山拍着桌子怒道 丁长生看着他的表演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汽车刹车的声音 丁长生扫了一眼 这才看到是警察来了 来了三辆警车 下来了十多个人 看起来风风火火的 但是这些人停在院子里 也没啥动静 涉及到民族矛盾问题 他们也是小心得很 政府的政策 就是对少数民族忍让宽大 只要是不闹事 啥都好说 以至于贯的某些人 给脸不要脸 蹬鼻子上脸 在丁长生看来 就是欠收拾 齐书记 你说得轻松啊 你家的田不在村里啊 你是不靠田吃饭了 我们和家里的 都是靠田吃饭的 田里没有水 我们吃啥 政府每年 给那么点救济 还吃不到青黄不接呢 就吃没了 我们怎么办 今年的救济 不能再少了 少了我们就去市里 要饭 看看你们这些干部的脸 往哪搁 其中一方终于说话了 今年的救济发了吗 梁可义问齐山道 还没到时候呢 这不 他们不知道从哪听说 今年的救济要减半 又因为分水的问题 这才闹了起来 谁说今年的救济要减半 老乡们 我是梁市长 我都没听说这事 你们是从哪听说这事的 梁市长 我们认为 这救济不能少 还要增加才行 现在钱毛得这么厉害 我们得到的那点钱 真的是买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担心吗 丁长生看向梁可义 梁可义心有灵犀的也看向他 看到丁长生的嘴唇的口型 好像是在说水这个字 于是思路一下子才被拉了回来 不知不觉间 居然被这些人联合起来带偏了 现在不是说救济的时候 说的是水的问题 我看这样吧 今天天晚了 就是到了现场 黑灯瞎火的 也看不到什么情况 明天一早到现场调节水的问题 现在不是谈救济的时候 好不好 梁可义说道 不行 梁市长 现在就要把救济的事说清楚 你也是好容易来一趟 把救济的事解决了 剩下的都好说 一个老头用烟袋锅子 敲着桌面说道 那你们是因为救济打架 还是因为水的问题打架 梁可义一旦回过神来 言语也是够犀利 一句话就点到了点子上 芒山市本来收入就低 这些救济也都是从上面争取来的 现在正赶上精准扶贫的时候 要是救济一直翻倍地往上涨 那扶贫工作是怎么做的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一句话把两边的人都问住了 芹山一看要冷场 于是说道 梁市长 借一步说话 说完 率先起身出去了 芹山一看要订阅